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了 你才会真正的成长 就是道听途说也没有任何的用 你一定要自己 就是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 自己去挑战 自己克服困难 如果你也有梦想 请一定一定要付出努力 付出于实践 我做到了你也一定可以 Bronner College欢迎你 我是Victoria 我选择Bronner 一是因为他的地理位置 他在纽约曼哈顿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在这里会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因为Bronner 他是Columbia附属学院中的一个 作为Bronner学生 我可以在Columbia上课 也可以选Columbia的Joint Degree 我在高一的时候来到了美国 上了Burke School 大一念了Smith College 现在大二来到了Bronner College 我觉得美国大学看重的是 一个人的综合实力 如果你有办好一件事情的足够实力 那你也一定可以功课一门考试 作为留学生来说 需要意识到的确是 比较孤独的一个过程 将要离开家 离开父母 然后很多事情需要自己一个人做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是需要学会调节自己的作息规律 因为在这里没有爸爸妈妈盯着你 每天要按时吃饭 每天要按时睡觉 组织的在追求成绩 和就是探索新生活的同时 也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调节好作息时间 我觉得一开始来的时候 会比较不适应这里的上课的形式 有些课有几百个人上 课会比较大 那在课堂里就比较容易 分散注意力 也比较容易 也比较容易就是不理解教授在说什么 所以这就需要自己做很多课前的预习 和课后的复习 包括和其他的班级其他同学 组成一些学习小组一起讨论 最开心的事情是 如果一个讲座教授 讲得特别精彩的内容 或者是 就是做作业或者学习的时候 就是毛色顿开的感觉 那个是最开心的事 我希望以后从事艺术和商业结合的事业 也希望做一些工艺 我希望在这里以后 学到的知识 交到的朋友 都可以运用到工作中去 把艺术和商业结合 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我觉得EIC不仅是学业上的老师 更是像人生导师一样 让我们挖掘到自己的无限潜能 让我们看到自己生活的目标 而让我们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